我們趕快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GN暖人包的部分 畫面上就是我昨晚有提到的 以諾、英格莉是我們的全新嶄新時代的兩隻大獎喔 以諾的話是暗屬性的人族 全隊攻擊7倍 所有符石兼具25%其他符石的效果 所以這邊心也是有被兼具的喔 隊伍中只有人的話額外在5.5倍 而且血回也會有2倍 再來是隊伍技的部分 這邊稍微比較長一點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一下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2.5秒 每回合結束的時候 會把每個成員直行最下方的兩粒符石 轉化為該直行成員屬性的種族符石 什麼意思 假設說你第二隻是牧人的話 那牧人的那一個直行最下面的兩顆 就會變成牧人竹竹 每首批消除一種屬性符石加1康 最多加到5康 那你有消到7康的話全隊攻擊4倍 同時如果場上有大於等於兩個附加效果的話 以諾跟英格莉攻擊力也會2倍 而且無視拼圖啊 哇這個真的是太誇張了喔 接下來下面這個算是比較特殊一點 進場時獲得一張以諾封印 做召喚用途 每進入下一層順序獲得一張 最多獲得8張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8張是什麼喔 在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就是龍科之力的部分 你在轉租前點龍科就可以做這個抽卡的動作 那這邊卡片是順序獲得的 假設說你現在在第二層 那我們最多就是只能用到木遊俠的能力 第三層倉壁的能力就抽不到了 黑狗套餐的話是把隊長直行福石及光福石轉化為新強化 木遊的話是1500萬點的木屬性傷害 蒼幣可以讓你無視年輔然後追打 獲得的話是全隊攻擊力1.8倍 接著還沒完喔 茉莉的話是讓你疊三層上去 命運女神的話是讓你無視燃燒 巴龍就是引爆所有豬子 掉落該直行成員的屬性豬 就跟原本的巴龍是一樣的喔 道羅斯就是幫你加六康 那我剛剛有說齁 這個召喚能力就是在你轉租前點這個龍科 他就可以發動這個龍科之力了 每開一次就是消耗50%的龍脈能量 接著下面我覺得這個也蠻變態的喔 我是只減CD很變態啦 以諾跟諾拉都可以有一個永久CD減2 這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而且英格力跟以諾進場CD也會減2 相對就是提高機動性的部分 那我剛剛講的召喚師抽卡的部分 龍科之力點下去畫面就長這個樣子 可以選擇你自己要的功能 主動技的部分有兩招 技衣是CD8可以發動 如果隊長是以諾或者是救世主以諾的時候 也就是說目前兩個以諾都有 提升50%龍脈能量 這個就是直接讓你可以抽卡了啦 將第一至三橫行的符石 轉換固定數量的五屬跟星強化各三顆 一回合內首批直行掉落該成員屬性符石 這個就跟神族的夏馬蜥一樣齁 只是他是調你隊員屬性的 隊長為救世主以諾時 所有成員無視腐化敵技啊 大家都知道嘛 人類可能沒有腐化龍科可以用了啦 這邊直接把以諾變成可以無視腐化的一個隊長齁 那以諾主動技的固定版面是長這個樣子 2技的話是CD2就可以發動 一回合內自身進入疲憊狀態 然後你如果隊長是以諾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張以諾封印做召喚用途 這個就要延續我剛剛說的 你還沒到那一層不能用那一張卡片 這個就是讓你加速累積目前可以使用的卡片喔 所以也不一定說要等到第八層才能用第八張的功能啦 接著來看英格力這邊是火屬性的人族 全隊攻擊六倍 火暗星互相兼具50%的效果 一樣隊伍只有人的話全隊攻擊額外3.5倍 血回2.2倍 隊伍技的話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CD-2 那如果是這隻英格力當隊長的話 進場CD-6馬上可以開齁 喔對我好像先爆雷了 英格力主動其實CD6沒錯啦 必然延長移動符石時間4秒 消火的時候全隊攻擊2倍 而且英格力會追打火屬2次 消暗的話一樣有2倍 然後英格力變成追打暗2次 主動技的部分這個也是很變態喔 這個變成開關技了 CD-6可以發動火暗星首批二消 以諾跟英格力會以50%攻擊 追打火暗屬性攻擊各一次 那你關掉的時候就是炸板 其中這個炸板是可以炸石化跟凍結的 然後會掉落人竹竹 一回合內自身進入疲憊 然後以諾會亢奮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累了 對方興奮聽起來很奇怪啊 接著大家沒有看錯 這兩個果然是有組合技出現啊 而且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這根本假面炭治郎吧 開招的時候只有這兩個可以攻擊 會持續兩回合 有沒有看到 無視符石連擊零化 無視指定減傷抗性 而且屬性符石一消 效果持續到其中一種屬性到18顆 這完完全全就是合作技能的感覺啊 首批消除符石的種類越多 追打的次數就會越多 最多各自追打六次 那一樣啦 回合結束的時候就跟那個拿刀的小孩 一樣會有兩回合的疲憊喔 接著是一個情人節的全新角色登場 我們也來稍微看一下 這隻烈地西亞是火屬性的妖精 CD-6可以發動主動技 這邊妖精還原版面又多了一張啦 那一樣會把所有符石轉化為固定數量的火跟星 不過它跟災惡四風的版面就完全不一樣了啦 一回合內全隊攻擊以及回復力兩倍 所有成員無視無數 首批有消到所有星的話 自稱CD會在-2 那它的固定版面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它想成火星版本的尼亞 最後也是有一隻全新角色水機械的普朗克 CD-3可以發動主動技 將水疾星轉化為水星機械牆 機械成員行動值提升25% 那如果這時候行動值到100%的話 新兼具150水的效果 OK以上就是本週GN懶人包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合作技能的組合技出現 有沒有感到很驚艷呢 大家對於這次大獎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